大家好我是老张 从这期节目开始呢 我们的频道会有一点新变化 耐心的朋友可以看到视频的最后 着急的伙伴可以直接看视频的简介哈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打假 这金字塔作为未解之谜的头牌可谓是千变万化 有人说它不是坟墓啊 是史前发电厂 石头也是拿十一米长的电动大圆锯切的 尽管我在七月就辟了谣 但是止不住的是 这十月份还有人把这老掉牙的东西拿出来重新炒 这还不是最离谱了 现在呢还有一个新埃及学派 虽然他们力挺金字塔式坟墓 但是观点比发电厂还吓人 这金字塔是华夏人的老祖坟 摇顺鱼都埋在里头 甚至还有人拿着牌位祖团去祭拜 那这金字塔到底是不是坟墓里面 埋没埋过华夏人的老祖宗 今天呢我们就把谣言蜚语一起K爆 想了解金字塔 咱得先看看盗墓贼怎么说 1837年 英国学者兼探险家兼盗墓贼霍华德韦斯 决定在埃及干漂大的 当时吉萨金字塔的牧师已经探明 但是还有不少金字塔如同处子等待开发 但是墓盗摸不着 墓室找不到 这些问题呢让探险家们无从下手 而霍华德韦斯脑子里头却灵光一闪 既然吉萨金字塔的牧师在中间 那么相隔只有几百米的这孟卡拉金字塔 应该也差不多 来给老子炸出一条通道 于是听听框框一通猛炸 孟卡拉金字塔在中间部分剁了一条横向通道 可是这里除了石头还是石头 霍华德转念一想 是不是奇猛了 得往下走一走 于是劈里咔嚓又是一通爆破 但还是鸡毛都没发现 干一定是挖的不够深 结果呢用了两个多月 孟卡拉金字塔被霍华德炸出了一条L型的道路 这条道洞是一直处到了金字塔的地基 还是没能发现牧师 等他静下心来重新探索金字塔的时候才发现 嗨 原来啊 这座金字塔的内部结构和吉萨完全不一样 它的入口呢 就在墙角下 只不过被黄沙埋住了 这里要着重说明一下啊 其实不管是霍华德还是之前拆孟卡拉金字塔的阿拉伯人 他们不至于真的傻的找不到入口 为什么要使用暴力手段考古呢 咱后面会详细解释 1837年 霍华德的炸药考古炸穿了整座金字塔 虽然这精力奇葩 但是他呢 却在一百多年前就把现代造谣者的脸打得是啪啪响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首先呢 孟卡拉金字塔的外形和吉萨相仿 但是尺寸略逊欲愁 可按道理说啊 这麻雀虽小 五脏它得俱全 如果吉萨大金字塔是个发电厂一类的精密巨型仪器的话 那么修建时间差不过百年 地图上差不了几百米的孟卡拉金字塔 应该也有相同的功能和构造 但事实是呢 孟卡拉金字塔既没有中间的两个墓室 也没有大花廊结构 金字塔发电站的那套歪理鞋说完全没有办法套用 所以呢 如果大金字塔是发电厂 那么胡夫孙子孟卡拉修建的小金字塔 要么就是一个毫无功能的大型手办 要么就是太痴迷于金字塔 一定得死在里头 很显然 这两种说法都是天方夜谈 其次 发电站这种功能性建筑 越精密就越需要有人维护 有人维护呢 就在提供方便出入的通道 但是坟墓就不一样了 它不是公共厕所想来来想走走啊 主打一个修好了 谁都别想进 所以在埃及的各类金字塔上都能看到三种普遍的防护措施 这些石头啊 就跟盗墓电影里头讲的一样 非常巧妙 尤其是这大金字塔的木道堵石 在顶端呢 还有收口的设计 塞上你就别想把它拔出来 并且在末端 还有一块伪装成天花板的三角形石块 所以啊 如果你从这金字塔的木道进入 在黑灯瞎火 环境狭窄的情况下 是很容易就忽略了头顶上的伪装 顺着木道啊 就走进了啥都没有的地下墓室中 正所谓走正门进金字塔 难如登天 这也就是为什么霍华德 想一路爆破进金字塔的主要原因 但是道高一池 魔高一掌 就这么天衣无缝的防盗措施呢 在盗墓贼面前依旧是破大防 他们不光能把这个滑挡石掏出一个洞 而且开的道洞啊 是各顶各跟长眼了一样 邪准 你就好比说啊 吉萨大金字塔目前的游客入口啊 就是一条名为马蒙的道洞 这条道洞 避开下行通道 绕过堵石 无视地下墓室 只捣荒龙 让所有精心设计的盗墓措施 全部抓下 同样写准呢 还有哈夫拉金字塔的道洞 这个洞同样绕过了通道闸门 撸穿地基 头也不回空降到了竹木道上 进金字塔就跟进自己家一样厕坏 那这些现象 基本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金字塔可能没有宝藏 但一定都有道洞 盗墓者对于金字塔的结构是撩如直掌 如果你说他跟当年的工匠没有关系啊 估计鬼都不信 现在呢 我们来做个阶段性的小总结 第一 大小金字塔外形相仿 但是内部结构各不相同 说明这不同的金字塔并不是某种相同的高精密仪器 比如地球振动发电站 第二 金字塔都具有典型的墓葬防盗措施 这些措施在金字塔修建的阶段就已经设计好了 只出不进 说明这包括吉萨在内的金字塔 它就不可能是需要进入维护的设施 比如什么发电厂 第三 那就不能是南美那种祭坛神庙吗 考古事实告诉我们 金字塔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 甚至它都不是拍拍脑袋瓜子就能炸泻的灵感 它呢 是埃及丧葬文化的一个部分 整个埃及的历史呢 大概可以分成早王朝时期 古王国时期 中王国时期和新王国时期几个大块 在这第一第二王朝之间呢 埃及贵族王室就有地上的林木形式了 他们都有围墙环绕的围场 围场中间是坟墓 还有其他配套设施 到了第二王朝期间 坟墓发展成了这种方盒子 叫做马斯塔巴 而第一个决定让自己死得更好看一些的 是第三王朝的法老佐塞尔 经过这考古学家发现呢 法老佐塞尔的坟墓 一开始也是标准的马斯塔巴 长宽63米 高8米 现在被命名为M1阶段 这个坟墓显然不能满足甲方爸爸的要求 于是在简单的加粗之后呢 佐塞尔金字塔开始疯狂向上生长 经过一通基建之后 原本63米建方 8米高的坟墓 变成了底边77米乘85.5米 高42米的阶梯形高台 现在叫做P1阶段 但是这42米啊 依然没有办法满足法老爸爸 想要更高的塔呢 就得有更大的底座 于是工匠们又在P1的基础上继续扩建 把77乘85的底座 变成了108乘121米 高度也从42米拔高到了62.5米 在第三王朝阶段 没有坟墓能比这个还高了 于是呢 拔高后的佐塞尔坟墓 虽然和之前的一样都有围场藏基庙 但是这62米高的阶梯金字塔 瞬间让前朝所有的豪华坟包都失去了光光 成为了这法老至高无上的标志 而这个优良传统呢 也被后代的法老们纷纷效仿 这到了第四王朝呢 法老尼茨福鲁为了超越佐塞尔金字塔的高度啊 先后建造了美杜姆金字塔 弯曲金字塔和红色金字塔 其中这美杜姆金字塔呢 虽然达到了65米 但是结构不稳 导致外部整体滑坡 而另外一座实验品 虽然顶到了104米啊 但是因为起点坡度过大 不得不半路拐弯 最后成了弯曲金字塔 再后来 吸收了这些外墙滑坡 角度过大的失败经验呢 同时期建造的红色金字塔 终于达到了105米 这呢 也给后来230米的吉萨大金字塔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但是朋友们啊 千万别忘了啊 虽然这金字塔越盖越高 越修越大 但是它从来都不是 埃及墓葬结构的全部 它只是代替了 早期的坟墓主体 马斯塔吧 这早国王时代 都有的围场啊 围墙啊 藏祭庙啊 等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 在后来的金字塔墓葬群当中 都一一继承了下来 所以 当那些大嘴子们 一本正经胡说的时候啊 他们可不敢告诉你 这金字塔的零号机 佐塞尔金字塔 就是早期墓葬形式 马斯塔吧的层层套娃 而最成功的 吉萨大金字塔旁边呢 有藏祭庙残存的 大量黑色玄武岩地基 这些考古事实啊 都在告诉我们 金字塔 它不是埃及墓葬的全部 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并且 它有传承 有发展 这些考古证据啊 再加上随便展开 就能讲一年的各种资料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符合逻辑 并且尊重历史的结论 那就是 尽管我们没有百分百了解 吉萨大金字塔的修建过程 加工石头的具体细节 但是 我们能99%确定 金字塔是谁修的 又是为什么修的 但这些信息获得起来 很难嘛 如果只看营销号啊 确实难如上晴天 你在网上随便搜索 金字塔的相关内容 几乎就没有几句靠谱的东西 所以 不管你现在对金字塔 抱有什么样的观点啊 想要了解它 还是得多读点正经书 事前声明啊 尽管我没收过一分钱 但是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 深度探索大金字塔 起源结构与建策方式这本书呢 我还是要大力推荐的啊 虽然这本书只有200多页的篇幅 但是里头图文并茂 信息量爆炸 除了有一处图片排版错误之外呢 都非常的考究 绝对是了解金字塔的好信源 垂暴胡说八道的好伙伴 如果非要说这本书有什么缺点呢 那就是 他没有写着山海经和金字塔 有什么关系 毕竟 这本书写的时候 作者他肯定没想到 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中国 竟然也能蹦出一个 惊世骇俗的学派 具有中国特色的哀下书 在未解之谜的圈子里头 中文互联网 他得有自己的特色 那就是山海经 但是山海经的圈子里头 则有一派骨骼惊奇啊 自称为中国的新埃及学说 埃下书 在他们的这个学术讨论里头呢 山海经的描述范围 远至非洲 昆仑也不再是山脉 而是金字塔 不光如此呢 顺 他就出生在北非 姚舜宇都埋在金字塔里头 旁边就停着诺亚放舟 好家伙啊 秦始皇都不敢想的事 原来早就实现了 这个理论有多奇葩呢 我们简单瞻仰一下 首先呢 他们从字形上考证出 昆仑二字啊 就是在精准详细的描述 胡夫金字塔建筑群 昆字 古老写法是一个太阳 加上两个脚爪 哎 巧了 胡夫的象形文字 也是头顶一个太阳 底下一个鸟 再加一条蛇 再加一个鸟 这四舌五若啊 就是一模一样 所以这昆就等于胡夫 这个轮子就更不得了了 直接把金字塔 画到了文字里头 所以哪怕不识字的人啊 都能进行看图说话 昆仑等于胡夫的金字塔 既然昆仑是个坟 那这坟墓里头埋的 究竟是哪位老祖宗呢 这就得再加上一个五字 古陶文中的五 这项鞋 跟代表胡夫的两个女神的 象形文字是一模一样 所以把这三个字组合到一起 就能得到惊天秘密 昆仑等于胡夫金字塔 等于昆武的金字塔 这白虎同意中说 西昆武士 霸于下者也 哎 这下好了 中国人两千多年来 第一次找到了真正的昆仑 就是金字塔 这不还有人特意组团去金字塔祭祖呢 这个学说呢 把山海经 甲骨文 圣书体 中哀历史神话史 一勺会啊 大部分人看完了都会觉得 其实啊 看不懂很正常 这只不过是些断章举意 扭曲事实的把戏吧 单独解字者 坤和伦 妄图用看图书画的方式啊 把坤伦和金字塔扯上关系 这大概就像是在甲骨文里头 找到一个手 再找到一个鸡 放在一起 就能证明 商周已经有手鸡了 想要反驳这种观点呢 很简单 只要知道 坤伦在古代文本中 是什么就可以了 山海经中写 出于昆仑之东北鱼 实为何源 时代相近呢 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 单语言词典 尔雅 试水中道 河水处昆仑 色白 索渠 并千七百一川 色黄 这两句话 其实都在说一件事 有一条河 从昆仑中流出 而这条河 可不是随便的哪条河 在所有先秦文本中 注意啊 是先秦文本 江河怀祭均为特质 正所谓 江河怀祭为四读 四读者 发源驻海者也 江就是长江 河就是黄河 怀祭就是怀河祭水 所以在这先秦时代的文本中 昆仑是黄河的起源地 和黄河有着绝对的绑定关系 你要把这昆仑山换成别的 就会让这散直狂调啊 比如说换成金字塔 你想啊 这黄河起源于金字塔 真是远古地震发电站 变成自产自消水电站 哎 有朋友一定会说 凭什么这河就带是黄河 它就不能是尼罗河吗 这听着也挺黄啊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 戴心反驳的机会 如果 先秦时期的文本中 河不是特质黄河 那么请随便给我举一个例子 奖金三百 兵庭雪飞舞说了啊 如果找着了 这钱他出一半 当然了 对于胡说八道的东西 单单靠一个断章取义 他是秀不起来的 能让这么离谱的理论起飞 还得给个加上想象的翅膀 我就遇到过这么一个魔诊人啊 立志要让我加入 外星神创论的大家庭 并且说了一句啊 我都没有办法反驳的治理名言 历史成为传说 传说成为神话 并且从所有知识中消失 所以神话就是消失的 没有失真的 千真万确的历史 我当时一听 哎呦 这么高大上啊 难道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 我没接触到吗 吓出一身冷汗的我 赶紧查了一下 究竟是哪位大臣 说出这么厉害的治理名言 哎 这句话的原文出自托尔金的小说 《指环王》 拿着小说台词套历史啊 果真是点重点 但是这也正好是各路神棍的惯用伎俩 模糊神话传说历史的界限 忽略传说神话的失真性和虚构性 简单来说 从虚构性上讲 这个神话的重点在于 用着发生在时间线以外 模糊时间点上的故事解释 世界为什么存在 比如很久很久以前 盘古开天辟地 而这传说呢 则基于历史事实进行加工和创造 比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住 这失真就更容易理解了 不管神话传说是口头流传还是抄写流传 在这反复叙述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失真 就像你反复复印一张图片的复印件一样 到最后肯定会面目全非 但是如何去分辨这其中谁真谁假 哪些挂保守 除了这个实地考古 就是得尊重着历史文本 《山海经》 《尔雅》当中昆仑它是黄河的源头 就是古代文本的共同认识 也是我们了解古代认识的基本事实 但是神棍的理论想要起飞啊 它不单要模糊着神话传说历史的界限 还要忽视着失真性 创造一个神话等于传说 等于千真万确历史的扭曲史观 这里他们最爱用的法宝 就是混淆概率和可能性 并且尽可能地避开基本事实 这概率和可能性在中文语境当中 听起来似乎是一个东西 但实际上二者差别很大 可能性 说的就是某件事情可能会发生 但是不知道发生的概率有多大 你就好比说 我连买300张彩票 张张都是头奖 出门领奖的路上 又扶了一个老太太过马路 没成想 这老太太是阿姨土鳖公主 强行跑里去中东 娶了她20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继承王位 这种事情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 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 如果你用这概率去描述这事的时候 它就不一样了 概率 它是一个介于零到一百之间的值 针对某件事情 我们了解的信息越多 就越能判断其发生的概率 所以呢 从这概率的角度讲 刚才阿姨土鳖公主那档子事 有可能发生 但概率无限趋近于零 等于没有 所以呢 当这历史学家相互辩论 某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概率的时候呢 都会基于一定的基本事实啊 有了这个基本事实保底 哪怕是在这个基础上存在多种可能性的争议 那也是史学界啊 考古学界的一种常态 知识也是在这些辩论探索中更新 但是 抛开这些基本事实 只谈可能性 那就一切皆有可能了 这就不再是研究历史了 而是带着目的去虚构历史 你就好比说 谈金字塔 他不谈埃及的殡葬历史 这基本事实 只谈这金字塔是外星人舰的 是发电厂的可能性 这啊 就是胡说 而谈埃下论 他不谈山海经 尔雅里头 昆仑黄河的基本关系 只谈这昆仑二字 有没有可能代表是昆武的金字塔 这都是天马行空般的活生生例子 如此一来呢 神棍们就能用断章取义 东拼西凑 刻意曲解 混淆神话和历史 避开基本事实 只谈可能性这些手法呢 给不太了解这些知识的观众呢 画出一个 腰顺雨埋在非洲 金字塔是华夏祖坟 兼外星人飞船底座 兼地球发电站的新世界 最后啊 我们做个总结 这些异想天开的玩意儿 从来都不是什么震惊世界的新发现 新探索 哪怕是极具本土特色的山海经之谜 早在九几年就已经问世了 那时候 一个名为公寓海的专家 就写过这么一本地摊文学畅销书 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 什么 轩辕国事匈牙利啊 印第安人的故乡在中国啊 山海经曾经描写过 魔鬼三角一类的观点是 洋洋洒洒三百来叶 简直就是 弹尼肯驻神战车的山海经核定文 而这些东西的核心呢 也逃不出老外几百年前就玩臭了的东西 民族中心主义 像当年的英国人就玩过英国以色列主义 号称这英国人呢 才是上帝失落的以色列部落 才是真正世界的主人 而这犹太人那都是假以色列人 美国的黑人玩过伊斯兰国度 好称黑人啊 才是真神的造物啊 白人只不过是黑人大脑袋科学家 杂交出来的残词品 同样呢 把这埃及金字塔 当成尧顺宇的祖坟 和前两者本质是一模一样 不管是着急认上帝为爸爸 还是摘了百年的棉花 又或者是祖上曾经阔过 近代挨了打 三者呢 都追求在本源上证明自己强大 力图登顶文化比试点的顶端 而这些陈年老姚呢 在自媒体的冲击下呢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摇身变成 震惊 颠覆 最新发现 用这些陈词烂调 再次挑拨你的爱国情绪 好奇心 求知遇 不夸张的说 你把它当真理啊 它不过把你当酒菜盒子 互联网间里的本意呢 是分享 但是在流量的冲击之下 了解真相和知识门槛 越来越高 我始终有一个观点 在现代信息爆炸的情况下 观众是很难辨别真伪的 也没有去辨别真伪的这责任 但是利用情绪和求知欲 吸引观众最后吃干抹精的行为 我认为非常下作 钱这么赚 它就是客臣 那怎么才能避雷呢 就拿我自己说 要不是请教了阿婆 编廷雪飞舞好几天 我也很难去找到 解读山海经的思路 如果没有这个深度探索大金字塔 起源结构与建造方式这本书呢 我也没有途径去了解金字塔背后的殡葬文化和历史 当然了 各路知名的UP主 我还是要大力感谢你们呢 没有你们炒老谣呢 就没有我辟谣的素材 所以从今往后呢 咱的小频道会有一个小变化 我会专门建立一个伺候读者的读书群 这个群咱不吹水不闲聊 专门给大家推荐各种靠谱有趣扎实的好书 分享我自己对这些书的读书笔记 一起讨论着和书有关的问题 同时呢 从今往后的每一期影片 我都会分享相关的资源连接 包括这期视频里头用了哪些不太好找的书啊 用了哪些电影片段等等 希望能用最正经的方式 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我是老张 下回再见